我不准你胡说 你会强命百岁 永远跟我在一块 徐奶奶 清零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过来了 来庆祝 庆祝 我还特意带了 水果味的气泡酒 孕妇也可以放心喝的 我去准备一下 她还不知道是不是 是 我都跟她说了多少遍了 她都不听 后来我也懒得跟她解释了 干杯 干杯 清零 你让奶奶多高兴啊 奶奶开心我就开心 徐奶奶 我的心心开心 奶奶就开心 奶奶也喝醉了 我扶你进去吧 你男朋友来看你来了啊 奶奶 回屋了啊 你是心心的男朋友 你要好好照顾我的心心 奶奶 回屋了 小心啊 心心 来 慢点 奶奶 不 啊 你 了 跟他一样 我去说 你也不能再帮他 你还要不一样 甚至是 你不要再帮我 我怎么会 你不就会 你很有意 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是 我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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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干嘛呀 侧衣 你 你干嘛呀你 你怎么能借酒行凶呢 我 你懂什么呀 我这是 没事告别礼 我 我先走了 那个对了 明天上午 去我的办公室 我们再聊一下 固体相分的事情 在我们俩 都没有喝酒的情况下 我先走了 你带这儿来了吗 带 我自己想办法 你赶紧进去休息吧 你 你 去吧 你 你 去吧 你 你 你 我看过了 这个牌子最合适 迪海 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不了解你 你跟清零短短时间就结婚 结完婚就闪离 交了二十万学费不去上课 去赌在家里做什么计划书 你不懂 这才是真正的投资 投资回报率翻倍 至于翻多少倍 我也不知道 你放心吧 有好处一定有你一份 我怎么会对她 段天朗 虽然她已经离婚了 可人家都说了 以后要复婚的 你是没有机会的 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是她 总经理 请进 总经理 你看 经过五天的观察和调查 客人们都非常喜欢梦灵香芬 反应都非常好 都说想把香芊带回家 你看我们是不是 可以贴上牌子 让梦灵香芬立刻上柜啊 好 那就得看清灵的本事了 你又笑了 别这样 马总经理 最近总经理笑得多 职业人都觉得 工作氛围轻松多了 那不行 轻松就是消极代工 必须要马上制止这种行为 对了 总经理 九零六客人找你 谁 她没告诉我 金厂长 臭小子 进来 长这么壮了 以前病痒痒的 还以为你长不高了呢 来 金厂长 您怎么会住在我们酒店呢 小子 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 可恶 我刚从美国回来 段一华要我跟你问好 听说你当总经理了 那你有话语权咯 那得看是什么事了 怎么 金厂长 您有业务找我 有事问你 这套房里的香氛 是什么牌子 是我们正太酒店 自行研制的 正太重新启动化工项目了 那倒没有 不过我可向您保证 我们正太酒店的香氛 绝对是纯天然 没有任何添加基因 天朗 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我对你们的天然香氛 很有兴趣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来了 请坐 老弟啊 真是不能小看你啊 段正华亲自带你出席 正太的例行会议 你现在在正太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我这条船造得越来越大了 我是真心邀请你上船航行 如果顺风顺水的话 我们可以走得很远 下次向段雪晴 汇报情况的时候 你和他提飞庭热化的事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答应了 我才有机会 在武士会上出手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